主持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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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厨房裡大鍋燒的火紅 放入紅咖哩及番茄 加入脆皮的烤鴨 一起用大火下鍋拌炒 這一道紅咖哩燒鴨 香味四溢 紅沛綠這一道搭配綠咖哩 鮮嫩的雞肉加入椰奶 口味獨特 嫁来台湾的匡晒芹 到处品尝泰式料理 却发现很多口味和家乡不同 干脆自己开店出来做美味料理 吃了好多家都吃到那种改良的 改良的后来小孩子两三岁多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自己要来做那个泰式料理 让一些嫁到台湾的一些同乡可以吃到 想要吃的味道 今晚是小吃店 但口味广受大众欢迎 每年过年应客人要求 推出了年菜组合 有凉拌海鲜 打抛猪肉 冬粉虾堡 以及搭配淋上特制酱料的瀑布鱼 满满的十道年菜 不少客人过年还没到就电话询问 对 空咖喱的烧牙 它还有点椰奶的味道 很好吃 也不会太辣 然后这个是黄咖喱的那个虾子 也用的很好吃 很香啊 打包是不是真的 你一小时就可以配了一碗饭了 就酸酸辣辣的 然后不会太辣 然后很开胃 嗯 你下汗吗 嗯 还不错 用油炸炸出来的蛋 外酥内软 淋上酸辣酱 再加洋葱跟芹菜 凉拌荷包蛋 是第一名的人气菜 那个工厂会来帮他们的移工 在这边拌那个尾牙 拌了尾牙以后 那也有一些客人就会来询问说 你们有没有要做年菜啊 因为每一年都在吃 就是吃一些很大鱼大肉就很腻啊 想要配搭一些那个泰式的酸酸辣辣的 新住民嫁来台湾 将家乡的美味端上桌 让国人分享 疫情期间过年不想出门用餐 年菜改换泰式料理也是不错的选择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